因为以前关系专业经质都大受影响 有很多外党营出演技甚至是停办 为了好在地企业可以顺利发展 但市政府跟外部聚会台南办事处 合作举办算上的三业每合会计 希望可以让台湾三业发展进加多关化 头发几天头无论是外困的人都可以面对面说过 为9年开始受到以前影响无法打执行 营出也开起来不一样的感觉无设 为了协作在地企业特典国外市场 台南市政府透过外部协会委合 邀请专举国地企业组进行创造会议 我们目前在这个时段里面 大概有24个国家同时跟我们并行连线 那么同时在这个连线的过程当中 目前在台南许多在地的传产 包括螺丝 包括我们的相关的太阳能等等 各项的这些产业 我们都有跟所谓的国际的这些买家 或者是国际的一些技术团位 能够进行相关的一个直播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网路上的一个直播跟沟通 大家彼此能够更了解 在买卖双方的一个需求 以及产品本身的特色 如果透过外贸协会的一个协助 能够让我们在地的本地的一些新创业者或新创业者 年轻朋友们 他能够借着这个平台 能够跟外贸协会合作 能够开拓不仅是开拓视野 而且是开拓自己的 未来的不管是发想 或是软实力 或者是硬产品 都能够让世界都看见 这次的创业开会 总共邀请到23个月牌族 跟台南20间的业务价 进行两百十六点的会议 希望就到这样的方式 能够向向方向了解合作的设置 进一步稳定定段的所谓 减少疫情对三业务聚集 今天的这个主题 当然就是在疫情影响之下 很多国外的买卓进不来 那我们的企业界人士 也没有办法到国外去推销产品 去驾乡 去驾商 所以金发局特别就委托了外贸协会 来办理这样的一场 采购价谈活动 参加的企业包括金销业 企业人间业 家企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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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市府与协会合作 帮助台南在地企业 有党关系的胜业务职 开店海外的胜利 让台南的经济的点 以前期间也能顺利运作 既然临家业 新年苦彩虹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